大家好 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也是 我們原班人馬 4月9日 每次講日子 4月9日 第3節 我們幫我們製作的人 可能會把一些日子調斷 或者把一些CAPTION寫上一集的CAPTION 也試過 好了 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我們之前的兩節也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最近的問題也是 逢是我們出四節 就有三節不能賣到廣告 在黃標 長期都有這個情況發生 我們會上訴 直至我們那個影片已經過了一天之後 就會上訴成功 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看的時候 他就會讓你成功 應該說過了最多人看的那個時間 所以不要緊的 我們就呼籲一些人去看 有空的時候看我們那些有廣告的影片 就會幫到我們了 沒錯 這一節 我們要講一下 現在其實世衛 周圍點火 當然啦 來自最大的炮當然是特朗普 特朗普 其實就 向世衛 開火 他說 一年收美國政府那麼多資助 但是你又偏偏事事以中國為中心 那麼 日本的外相 前幾天已經說了 上個禮拜 馬生太郎 就說現在的世衛應該改名中國維生組織 不是世界維生組織 CHO 根本就不是WHO China Health Organization 沒錯啦 CHO 或是 共衛 共衛 這個特朗普最主要就是用了一個字眼 就叫做 中國為中心 China Centric 就說他 每一件事都是 偏袒中國的 由當初 疫情的主要疫情在中國爆發 就叫大家不需要 用力去防範中國 來自中國的東西 以及不要叫別人不要拒絕中國的旅客 再去到疫情 擴散到歐美 大規模爆發的時候 他才撲出來 大規模防疫 其實這個當然 大家也記得 世衛很明顯 一直做的事都做錯的 當初他一直在記憶著就是中國 武漢的問題 一直都不提 又叫你不要去防範 中國的遊客 中國人 才導致歐洲和美國大爆發 當然特朗普這個批評 是很fair的 而且當時他也跟 全部的說法就根據中國的說法 中國就說當時是不會人傳人的 就說這個疫症是可防可控 這四個字 他是跟著的 完全跟著共產黨說的那句話 疫症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不用擔心 可防可控 然後 也一直強調他的專家說 不用戴口罩 歐美信了你 所有人沒有人戴口罩的 其實你現在直至法國 法國德國都還是相信他 首先 就算你全力去宣傳 首先那些鬼佬真的未必會戴 而就是既然你 世界衛生組織也叫人不用戴 當然說到的人更加不會戴 所以你其實是很大責任的 這個是很肯定的 因為你是世界衛生組織嘛 不是美國總統是世界衛生組織嘛 他沒有罵錯你的 現在其實呢 搞到歐洲大爆發 這條黑鬼其實是 很大責任 他直接是劊子手來的 現在超過150萬人 感染 現在這個肺炎 當然啦 跟著這個 譚德塞就在回應 他就說 他沒有開名的 但是回應特朗普 就說不應該把疫情 政治化 大家這句說話是不是很熟口臉啊 中國外交部說話 不是中國外交部啊 我們平時那些建制派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 建制派區議員 很喜歡跟你說 在立法會議員不要討論一些 不要政治化啦 曾經有人說不要把選舉政治化 他們是會說得出來的 現在這位譚先生 這位譚先生就學了這些東西 學了一些共狗 基本上是整個共狗通 他不打算撇清 他現在是打算 深入地變化成為一隻共狗 甚至乎 他很光榮 感覺到做共狗 很光榮 他覺得有 14億人在他背後嘛 他那種 你是黑人來的 很坦白說 他不跟你說什麼種族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 中共是一個 漢族的民族主義 作為一個基礎的一個宗教 你知不知道啊 譚先生 黑人是他們 主要用來利用 賄賂收買的人 所以 才是何志平事件 主要用來收買黑鬼 然後 就做一些不法的勾當 現在很明顯這個譚德塞 就是收了中共的好處 即是不知道他怎麼收 一個月餅盒裏面 有些捐贈 現金 這個也是世界不知道是甚麼組織來的 好像是聯合國的 我已經不記得了 太久了 何志平已經坐完了 何志平已經快要出來了 美國 據報 特朗普說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 捐款國 捐錢給世衛的國家就是美國 2019年 美國總共捐了4億 美金給他 他說會考慮 把資助減少 甚至乎不給 當然中共外交部出來發聲 如果要停止捐款 會阻礙這個疫情 那麼你捐贈就行了 大家留意一下 中國外交部就是 懷疑 失蹤的趙立堅 立即 撲出來 趙立堅是被人擺入雪櫃的 他 在這個保護譚德塞這件事上 他又撲出來 他 一方面就是要 撲出來就告訴大家他還沒死 沒有進到美國領事館 他不是在美國領事館 他還在 很努力地做口交部 還在做戰狼的工作 這次真的是 充分表現出他是一個口交部 只是用口 他不是想著代美國捐那筆錢 那當然是 捐錢這件事 很實際的 人家不捐 真的關你膽子嗎 人家喜歡withdraw就withdraw 人家退會也還可以 不過其實美國就不會玩到這樣的 暫時 暫時不會玩到這樣的 現在外面有一個主張 英國那邊有人主張 二十國集團 成立一個新的世衛組織 取代這個舊友組織 會假空他 歐洲的取代是很難說的 歐洲的政治 國際局勢 歐洲的比較強大的國家 例如德國和法國 他們不喜歡跟美國 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這也是 所以為甚麼會排斥英國 英國是他的弟弟來的 你是別人的乾弟弟 他們當然是不喜歡你 這是一定的 不是我們經常踩低英國 我們很客觀地評論歐歐洲的形勢 英國本身的乾弟弟 為甚麼突然做到乾弟弟 打完一場二戰之後 就變成乾弟弟 法國和德國的人 是故意不講英文的 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因為這是你們 兩兄弟主導了世界之後的遇嫌 歐洲所以英文 不算很流湯 當然也可以說得到 很多地方都不說的 我們說回譚德塞 譚德塞 說的話就呼籲大家 要團結抗疫 你自己搞了人家 然後就叫人家團結 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不是 時事隱瞞 每樣東西都拿了共產黨那一套 那些文宣出來騙人 現在怎麼搞到全世界有百多萬人確診呢 真是大流行 本身沒有大流行讓你說到大流行 因為就是因為你隱瞞 你說不會人傳人嘛 現在搞到人傳人嘛 我先補充一下 馬克龍說了 他不想 世衛陷入中美之間的一個戰爭 法國就率先表態 他不想 拿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來做 給你們開戰的平台 不過但是 他說完也沒用的 他們其實已經在開緊火了 這個譚德塞 我想這節也說了 一方面就是回應特朗普 另一方面就是選擇另一個方法 就是開闢另一條戰線 轉移視線 他把那些攻擊力轉移到台灣 但是 問題就出來了 他不斷攻擊台灣 就說 由3月份開始 已經是給台灣工資了三個月 好笑的 他說台灣的東西 他一點也不像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一個那麼高的話師 他說好像 Facebook被人搞 他已經搞了幾個月了 我都沒有出聲 那種 他用那種通話說話的 你搞了三個月 我都沒有說了 我現在要開你的名字 就是台灣 他就像社雲人 Facebook罵戰那一隻 沒錯 但是這個問題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究竟 那個是中國 台灣 台灣 還是台灣 還是綠色寶島 民進黨的綠色寶島 美麗島 大家要小心 演繹 因為你 還特意說了一個名詞 叫做台灣外交部 如果我們用回 中共 一貫以來對於 台獨 港獨的標準 其實譚德塞說的話 是很明顯的 台獨分子 或是一中一台 為什麼你講台灣的時候 你不在前面加上中國兩個字 沒錯 你知不知道 台灣 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攻擊你就是中國攻擊你 你現在要跟中國開火了 沒錯 你現在怎麼批評台灣外交部 就是批評中國外交部 因為台灣等於中國 台灣的外交部 應該是中國不會承認的 中共 兩岸對話不是外交部對話 你不要搞錯 譚先生 所以他的問題很嚴重 你點名 你正在批評台灣外交部 你說台灣外交部 火童那些搞你的匿名戶口 Facebook搞你 首先 台灣外交部 當然要你更道歉 因為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是你虛構出來的 第二 會不會 搞你的台灣人 就像剛才我們第二節說的那個張經義 原來受僱於 中國共產黨的某些組織 原來他是台灣人來的 因為台灣有五百多萬人投給韓國瑜 是不是那些人搞你呢 你搞清楚 還有 台灣外交部知道這些活動 我又不明白他為甚麼知道台灣的外交部知道這些活動 你如何知道別人知道呢 是不是 他完全是用 特朗普說中國 那一種 中國是不同的 中共 治下的 所有 政府機構 爛政府機構 都基本上是 共產黨控制著 他把那種概念 生吞活剝 強行放在台灣那裏 他搞台灣 但是他又沒有搞清楚到底你現在在罵台灣 你到底是 你到底在罵甚麼地方呢 你到底在罵甚麼地方呢 因為台灣 是中國 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問題 譚德塞好像還沒有搞清楚 中國外交部 首先你仍然跟譚德塞批評台灣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在這件事上 當然是保持針密 他也只是一句 全力endorse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如果你全力endorse他 即是中國外交部承認譚德塞 承認台灣外交部 簡單來說 中國外交部承認台灣外交部 即是台灣建國 如果我們理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或中一台 這個又要回到九二共識 大家都 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建交 建交部就不會跟他建交的 受智乎就不會跟他建交的 你既然那麼喜歡跟別人建交 你不如跟台灣建交吧 你不斷收購台灣的邦交國 你不如直接跟台灣吧 那就多來一個 所以 這件事很複雜 現在是共匪資助一個 黑鬼 搞台獨 搞台獨 背後就是台獨的最太勢力 現在證明台灣是一個 現存的國家 那裏有人搞你 而且那裏的外交部是知道的 他承認他肯定外交部的工作 做到事 充分肯定台灣外交部的工作 這個問題很嚴重 現在你想想 你收大陸那麼多錢 那麼多台底錢 突然間你就是搞台獨 怎麼對得起中國政府呢 怎麼對得起給你人民幣呢 所以很快已經有些 國內的網民 開始不滿這件黑人 死黑鬼啊 收我們錢 搞台獨 搞台獨 搞兩個中國 搞一中一台 把台灣這個政治實體 帶入國際 到底現在誰選政治 哪個政治化呢 你一句說 攻擊來自台灣 已經把那個政治問題提升到 提升到分裂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是中國 我們強調是神聖不可侵犯 以及不可以分割的領土 台灣有人攻擊你 就代表中國也是攻擊你嘛 你現在是不是說中國先 背後的勢力是不是中國先 這件事也蠻複雜 如果台海開戰的時候 那就是自己打自己 但是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以往 中國人 要去台灣申請簽證 為什麼 你去到自己的地方申請簽證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 希望那些 中國外交部解答一下 為什麼你們不去 台灣巡視一下你們的分店 你們覺得是屬於你的嘛 這個 譚德塞就是用了一招 轉移視線 移花節目 把特朗普的波子 一射射都丟給台灣 其實這件事很不明 你有沒有選擇攻擊台灣呢 你是不是逐個 戶口去查一下 別人的IP Address 是否在台灣的 伺服器 攻擊你的 post 還有別人寫中文寫日文 你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我今天看到大量用日文寫成的 攻擊譚德塞的post 會不會其實是來自日本的 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杯葛 世衛 會不會杯葛日本 搞好運 兩個組織有不同的 但這個問題 我覺得 現在偉大的祖國 這些人民 可能會向黑鬼發出罪擊 要他們說 台灣 是中國一部份 台灣攻擊你就是中國攻擊你 你起碼要這樣理解才是 邏輯才會成立的嘛 這件事可能會有兩個國家撤銷資助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美國 這件事 怎麼說也很難說服自己 因為他 把兩個問題變成三角 他無論如何鬥也是一個輸家來的 可以這樣說 現在看看特朗普會不會真的做事 因為 以往 試過那些 美國可以 拘捕國家元首 例如巴拿馬總統 當年美國就派美軍去 巴拿馬拘捕了 諾列加 世衛譚德塞 現在那個說法就是 你 破壞中 中美聯合公佈 關於一個中國的問題 美國可以代中國出手 首先把這個黑鬼拘捕了 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搞現行分裂 搞在中一台 是不是 我相信中國不會反對 搞台灣分裂就是台獨分子 分裂主義 分裂主義就是恐怖分子 人人得而誅之 所以就可以 派無痕機 炸了 這個世衛總統 好像 伊朗 炸了他 我相信 瑞士可能也不出聲 因為那個總統是日內雅 黑鬼我也想炸很久 你幫我炸吧 不如 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有機會不用大戰 如果 瑞士同意就可以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節講其他話題